全球经济一度因此完全停摆。过去几年内地企业全球出击,以香港为首站,不问价下在全港各主要商业区,扣入多项贵重商业物业作投资用途。 但持续下,内企服了工也订单欠奉。因而在资金链断裂下营运变得非常困难。在无计可施下,被逼急食让该等商下物业来救忙。 除商下外,该等内企老板在港也持有不少豪宅物业。在现今情况下,该等豪宅物业不少也陆续被低价售。 早前计高银及海航先后撻订及急买启德商业及住宅地皮后。 近期较不知名的内企也加入卖货行动,兼且赤价愈卖愈低。 很明显香港楼市已局部轮陷。最先轮陷的铺市至今仍在沉底。 自由行消失,推低贵价铺位的需求,随之而来的宅经济。 不少人在家工作,因而又大幅减少对写字楼的需求。 此外,网上购物成风,传统零售营运也变得非常困难。 最终连民生商铺的经营也受影响。 直至上周,国安法表决通过,又令正稳步回升的细楼市场也受到影响。 一时间移民成业满话题。 部分一及二手买家更因前景不明。 最终他定离场。 如这是短暂个别事件。 交投很快会恢复。 但如果移民成风, 西楼市场也会受影响。 社会交替冲击本地正经环境。 楼市不同领域陆续也受到冲击。 现时连最稳妥的西楼市场也出现波动。 如情况持续至九月后。 那么西楼也会出现较明显的调整。 石楼市亚的奥林鄭法利亚。 我以为你可以闹一下。